你要是自以为是 态度傲慢 言语刚强 这样的人没有不失败的 只有处处忍让的人 是成功的 我们要细细观察 这个里头 薪衰 无论是个人 无论是家庭 是团体 你会看得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 然后知道我们应该怎样去做 在团体里面最重要的 接纳别人的意见 对你一定有好处 不接受别人的意见 时间久了 我们看到许多例子 众叛亲离 你的助手都离开了 没有人再愿意帮助你 你一个人再有能力 你也没办法 所以古人讲 得人这场 是人这亡 你的事业做得越大 你的助手越来越多 你怎么能够得大众的拥护 想一想 用什么样的方法 你才能得大众用 这个里头 总不外乎 真诚心 真诚心 亲近心 平等心 正确心 慈悲心 你要用这个心 你决定得大众用 这个都是本性里头 本具点 不能错用心 错用心 哪有不吃亏 哪有不失败 哪有不堕落 用心要正 用心要善 希望大家在这些方面 要仔细去观察 要知道这个世间 哪些对我们有害 哪些对我们有利 有害的我们要原理 有利的我们要情境 这样就好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